大家好 我兩天前才剛從北京回來 然後我的簡報就是今天早上6點37分才寄出 我為了這一場演講啊 足足準備了兩個禮拜 因為我最大的期待就是見到農民的臉 然後我很緊張 就是我不知道在這一刻發生的時候 我會心情會如何 我現在說啊我心情很激動 為什麼我會很期待見到你們 因為我從我現在要談那個就是我現在這個計畫 這個我之前所做的東西本來是跟農業沒有什麼特別的關係 主要是跟市場或是商品有關 因為我是做marketing的我是做行銷的 那在6年前我因為過度患氣症 然後因為身體有點不舒服 然後我從政大 那時候我讀的是政大EMBA EMBA是一個很多很多企業的老闆 去讀的那個高階的經理人的經營管理 然後那個時候讀的組別叫非營利組 那非營利組呢在以前它叫做基金會 或是叫做協會 甚至是我們的農會 在早期都算是一種非營利組織 那我那時候就是民國 就是民國95年了 就2006年的時候去讀 然後讀了以後我就得到一個全新的概念 因為呢基金會到後來啊 他沒有他要去為百姓去做事情 但是他沒有經費 因為他不能夠盈利 所以就造成一個困難 就是說他得跟政府要錢 他得跟企業要錢 那要了錢來的結果呢 原來他本來是要去反對企業的 可是他反過頭來還得跟企業拿錢 那所以非營組織到後來就變得 沒有說話的力量了 因為他們沒有自力更生的機會 沒有自己謀生的能力 那他們必須要靠著募款 大額或小額的來生存的時候 他們的立場就已經不見了 所以在我讀的時候呢 我去了歐洲十幾個國家 然後廢利組織在歐洲現在叫社會企業 那社會企業是一個全新的概念 就是說這樣的組織必須要有自己謀生的能力 然後他又要可以解決社會的問題 所以以前的話 廢利組織有點像是 叫做慈善事業 可是現在社會事業不是慈善事業 他就是一個能夠解決社會問題 並且自力更生的一個組織 所以他的理想性格非常高 可是時間力也要非常強 這就是我今天的主題 所以我研究非力組織研究了六年 那我去了全世界很多的國家 然後台灣跟中國我也跑遍了 那我今天要來跟各位分享我六年來的體驗 那如果我說話速度太快或什麼的 希望各位可以見諒 那我首先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說 台灣現在很多人都在談文創 那我自己跟文創的一點點關係呢 就是我跟我的 我先生是華山1914文創園區的創緣總經理 那華山1914我們是從2007年開始介入 一直到2012年他現在是全台灣最成功的人創園區 那他吸引了中國內地大概幾千個人 都是省長市長書記級的人來拜訪 他們想偷學回去 他們想學習說怎樣才能夠做一個這麼成功 人這麼多的人創園區 那那個時候還沒有文化部是文件會 對文件會的方法是說他們要把文創產業化 所以我們那個園區當時是要去做文創產業化這件事的 那我很坦白告訴各位 這以下是我個人的心目歷程 我的觀察歷程 就是說其實華山是一個失敗的例子 他並不是一個成功的例子 他成功就成功在他有非常非常多的人到華山 而他失敗是因為他沒有符合他當初的目的 他的目的是要把文創產業化 而這件事華山並沒有做到 華山只做到了可以自自盈虧 華山只做到了吸引了很多很多的人來辦活動 每天有不同不同的人來辦活動 現在的遊園人次每年都在創新高 這就是他成功的地方 可是他失敗的地方是因為當時他被規劃 主要的目的並沒有達成 也就是文創產業化這件事 那當然這個失敗不只是華山 一個地方的失敗 它是整個台灣的產業型態的問題 那今天就不要談那麼深 越談越顏色 所以我要回到比較輕鬆的 就是說那到底什麼是文創 就是說文創其實就兩個字 文化跟創意 那我們金銀華現在五年發現說 文創產業化是不可能的了 不可能的 所以第二個途徑就是產業文創化 這是唯一的可能的台灣還有希望的途徑 叫產業文創化 所以身為社會企業家 我必須要挑一個產業 然後來試試看能不能夠把文創的精神概念 加進去而使得這個產業能夠有 一級兩級三級六級的跳躍性的進步 這是我今天要跟大家討論的範疇 那剛剛說的社會企業家 就是我自己一直以來在研究的主體 跟我自己在實踐的一些項目 我稍後如果還有時間 會跟各位分享我實踐的項目 那所以跳脫了非營利組織那種 左手跟人家拿錢 右手來寄握福長的這種觀念之後 那社會企業家做什麼呢 首先啊 他會看到一個他非常個人非常非常關注的社會議題 譬如說環保 譬如說食安 譬如說某一種生態的保育 或者譬如說垃圾太多 現在我們有很多的年輕人在研究如何讓 垃圾變黃金 我今天早上出門還收到一個 叫做舊鞋可以變黃金 我就很高興 因為我每次買鞋子都覺得很可惜 因為衣服可以回收給人家鞋子卻不行 然後現在就有人研究出來 舊鞋該如何處理 這就是一種社會企業 他是先看到一個問題 去找方案 找到方案之後會發現說 有困難重重 有很多很多困難要解決 於是他必須要採取行動 然後把這個行動所產生的力量呢 去改變這個社會 最後就是要成為一個新的典範 什麼叫典範 典範就是超越以往人家說不可能的事情 只要有人說 這件事情已經有人試過了 不可能 而你做到了 你就是新的典範 當一個有了典範的事情之後 他會打破很多人們固有的成見 那剛剛這裡本來是英文 這是因為我助理的學師 他沒有幫我把它翻譯成中文 我當時在研究社會企業的時候 然後這是全世界第一個 提出社會企業的方案的一個人 他叫尤魯斯 那他的銀行呢 第一個只借給女性 沒有借給男性 然後第二個呢 他的還款率高達99.7% 他是全世界還款率最高的銀行 第三 他只借給窮人 他不借給富人 因為他認為窮人對於 還款的信用度比富人還要值得信賴 所以這是這個銀行非常成功的地方 他只借小額不貸款 那他其實貸款接出去呢 他還要六個人聯保 然後一起接一個案子 譬如說是農業的案子 或者是一個手工藝的案子 然後接著再有人去輔導他們 怎麼樣去進貨成本可以壓低 怎麼樣去賣錢收入可以提高 銀行還要派人輔導他們 以至於他們可以全 鄉村銀行是全世界還款率最高的銀行 現在全世界都有 這樣子小額的微星銀行了 那包含中國 好那接下來我要跟各位談的 就是說我為什麼要去研究 這個東西 我今天很nice的把所有的筆記 都幫各位抄好了 所以大家可以不用抄筆記 因為我幫你們做好了 你們那個 我所有的title的筆記 我們要知道說其實今天我們大家會相聚在一起 最主要是因為我們都是這個星球上 具有非常非常高靈性意識的生物體 那我們今天相遇之後呢 我要跟大家談的就是身心靈 因為身心靈產業不管在中國 或者是兩岸三地 甚至是未來對全世界 它是唯一還能存活 而且意義絕著的 著重的產業叫身心靈產業 如果你不知道什麼是身心靈產業 那你可能沒有辦法繼續的去 不管是文創或者是農業的升級 你可能沒有辦法進入到最後的那個便堂去 所以我要跟各位講說 身心靈的產業在中國 它就叫無疾而終的養生之道 中國呢是全世界最古老的國家 在很早很早之前就有了一本很完整的醫書 叫做《王帝內經》 《王帝內經》呢 兩千多年前就已經寫好 但是現在它仍然是所有中醫 必須要去讀的一個基本的道理 而在兩千多年前再沒有任何透視的情況之下 《王帝內經》可以看出人的五臟六腑 《金落》還有三百個隧道 這是非常非常奧妙的 那在這裡呢我要講的是說 我們的下一個 中國的下一個未來 或者是說華人的下一個未來 是要向西方世界去展現一個 身心靈的對話的空間 那就是我今天說的三生有性 叫做生活生態跟生命 那在要談到這個之前呢 我之前去北京做了一個計畫 叫做跟著節氣過日子 那節氣生活在台灣 我們有24節氣 然後我們做了24種物產 然後我們針對24種物產發展了24種不一樣的食材 還有餐 那在設計這個餐的時候 基本上就已經跟著《王帝內經》所說的 什麼時間吃什麼東西 什麼季節吃什麼東西 然後它會影響到人的哪一個部分 那在這裡為了要去了解 人到底要怎麼樣才能無疾而終 我就去研究了 我大概研究了西醫跟中醫 大概兩三百本書 然後後來我找到一個答案 就是說人會生病是因為你的那個 免疫細胞不工作 譬如你得癌症是因為你的殺手踢細胞沒有去吃掉癌細胞 他沒有去跟癌細胞抵抗 於是癌細胞是一個全世界最聰明最聰明 自我複製最強大而且最會攫取能量的細胞 各位要知道 如果你的細胞都像癌細胞那麼厲害 那你永遠都不會死 I mean forever 永遠不會死喔 為什麼 因為癌細胞是非常非常會存活的 非常非常會 所以如果我們身體 其實每一個人身上都有癌細胞 每天都有 只是他有沒有到了那個數值是讓你生病的 那還要看你自己體質好不好 能不能跟他共存 所以所有的人要去survive過疾病 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你的免疫細胞要夠強大 而且他要能夠跟最厲害最致命的病毒去做學習 我相信在農業上也是一樣的 那所以我去研究了自律神經系統 然後我發現了自我療癒的啟動方式 有好幾個 例如說早上 晨十七點到九點的太陽 如果你可以從頭晒到背 晒半個小時在靜坐的狀態之下 你百分之七十不會得任何的慢性病 這是其中的一個一定的要做的事情 啟動方法 當然還有很多如果以後還有機會我會把 我所發現到自我療癒 這是我做了很久的研究 然後中醫是一拜很多很多之後的一個解答 但是今天的重點也不是這個 今天還是要講到跟各位有關的部分 就是說人如果自我療癒的啟動 跟飲食是最大的關係 那麼我想請問各位誰是我們的醫生 說得很好 自己一定是自己唯一而且最好的醫生 可是誰在我們跟西醫或中醫之間 我們認識了誰 我們可以不用去看西醫也不用去看中醫 當然就是一個非常好的農夫 當然就是一個非常好的農夫 也就是在座的各位 你們是我們跟醫生中間的橋樑 如果我們認識你們 我們可以不用去看醫生 也許是永遠 如果我們自己有強大的 知道為自己的身體去挑選很好的食物 很潔淨的水 很有能量的土地 所種出來的東西 沒有人會因病而死 所謂無疾而中不是你不會死 被車撞你還是會死 無疾而中的意思是不到因為生病而死 因為勞有所中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 因為人到五十歲 那個智慧才完整 如果你五十歲的時候就生病了 本來是你應該傳承智慧給年輕人的時候 而這時候你沒有能力好好的去傳承 那年輕人該怎麼辦 他們就茫然了 他們沒有人可以去學習別人已經走過的智慧 所以社會就會越來越斷層 所以我的目標有兩個 當然第一個就是說農業文創化 這是我最大的目標 第二個是我還是希望可以吸引年輕人 可以回到他自己的土地上 然後從村裡的長者去學到照顧那個土地的方法 以至於這個國家不要再有健保 虧空這件事情 我們健保制度別人都很羨慕 但各位心知肚明我們是負債累累的 在經營這個本來不應該是這樣的 我覺得大家其實都在載流增損 所以說那其實沒有什麼好驕傲的 我覺得真正驕傲的事情是我們能不能夠回到 老祖先告訴我們的預防醫學的道理 就是在還沒有生病之前 我們就找到讓自己的身體能夠 跟大自然和諧相處的方法 因為你要不生病 就代表說你一定要跟周遭的環境 是互動的 合一的 你才不會去擾亂到那個和諧 然後你自己自己才不會被擾亂 好所以在這裡我要跟各位推薦 這三本是我六年來每天再首讀的書 《黃帝內經》《神龍本草經》跟《鹿與茶經》 那《黃帝內經》講的就五將六福 跟無節中的養生之道 《神龍本草》教我論是許許多多的 就是大家現在有些常常見有些看不到的藥草 然後《鹿與茶經》學習都是氣 也就是說人活著就是因為這口氣 如果你的氣不足 你吃得再好也沒有用 所以曬太陽為什麼很重要 因為有氣 茶經為什麼很重要 因為茶有茶氣 世界上很多很多農產品 吃了它就是一個能量 消耗了就沒有 但是茶是一個很特殊很特殊的農產品 茶有茶氣 喝了會打嗝 喝好茶會打嗝 然後全身會有那種筋肉啊什麼熱度 那是我自己經歷過的 所以我特別研究了茶經 好那在這裡有一個前提就是說 如果沒有一個友善的環境 如果這個本草來自於農藥所種的 不好意思 它不會有古人說的那個效果 這是一件 有一天我研究中醫發現說 原來本草的關鍵還在農民的身上 如果農民是用什麼樣的方法種 那其實就算它不是本草精裡面的一個草 它怎樣都還是有療癒效果 因為水乾淨 因為土地能量好 然後大地本來就是滋養我們的 可是如果反過來說 那你吃再堅貴的藥 如果它是農藥 其實那個效用是會打折扣的 好 所以這個是 最後一句話叫病安重來 有講到精神 有講到氣 然後有講到 其實它這段意思就是以前的人 就是對於陰陽 陰陽其實就是講太陽跟月亮的關係 潮汐等等之類的 大家都是很注重的 今天是什麼節氣 應該穿什麼衣服吃什麼 其實古人是很注重的 可是現在的人就都 失去了內閣跟大自然的聯繫 所以它就在講說 如果我們可以叫做避之有食 該做什麼時候做什麼事 那病安重來就是根本不會生病 好 所以我的這個計畫叫做 雨天地餐 這四個字是我去年2013年 學會到北京的國子間 看到的一個牌匾 我當時看到這四個字 就像你們看到這樣 陽光突然照下來 然後那四個字就亮起來 整個國子間裡面有一兩百個牌匾 就在我站在這裡 這一個底下的時候 它突然亮起來 然後我剛開始 不知道是往左邊唸還是往右邊唸 後來我了解它叫雨天地餐 那它是一個乾隆皇帝寫的牌匾 它的意思是 因為國子間裡面是共生 也就是說考試 已經經過國家考試進去 未來要分發當官員的人 乾隆就告訴他們講 你們以後是百姓的父母官 所以你們不管做什麼事 都要跟天跟地做商量 叫雨天地餐 所以如果你不跟天地商量 你就會被天地餐一本 叫被天地餐 然後我後來就覺得 這四個字對我來說好大喔 然後就覺得被震撼到 就後來啊 那個我去拜訪一個書法家 他居然問我說 他很有名 他字畫很貴很貴 他突然問我說 我今天送你四個字 你要寫什麼 我立刻不假司 我跟他說我要寫雨天地餐 然後他說 哇沒有聽過 這四個字聽起來好大喔 然後他說我寫寫看 他就 鋪了一張這麼大的紙 然後開始寫雨天地餐 然後寫完 他就握著我的手 告訴我說 哇我從來沒有寫字 感覺這麼飽滿過 他說我眼前出現了一片 波蘭壯過的形象 他說這四個字真的很好 你從哪裡看來的 我就說我是在國子間看到 但總之我回家以後 找雨天地餐的起源 這四個字的起源 天啊居然是來自黃帝內經 黃帝內經裡面的本文 因為我之前讀的是白話文的黃帝內經 這麼厚一本 所以我沒有看過原文喔 原文裡面的意思叫人與天地餐 就是如果你要不生病 你必須要去知道天的意思 天就是天氣、氣候、節氣 那你必須要知道地的意思 地就是物產 各位每天所做的事情 其實照顧的就是物產 土地、水源還有物種 還有動植物的一些和諧度 就是說這個事情都要包含在內 所以以前的醫生他們其實是 就是他們是人跟萬物之間的一個溝通的橋樑 叫做療癒者 好那所以因為雨天地餐的召喚 我覺得我被啟動了 就我本來覺得說 嗯這個農業文創嘛 就是就跟以前一樣是 可是我知道說 我現在只是從文創的觀點出發 但是我要更深入地去看農業事件怎麼回事 那我先從我自己的眼光來看 就是說如果是農業做成文創的話 它有幾個面向 這個有在我們的筆記本裡面 就是說我們可以做食養 就是說吃什麼養什麼 我們可以做茶飲 就是要把茶去做到一個有氣有韻的 一個品味 我們可以去指導慢工 因為慢工可以出細活 事實上在我這裡的慢工 連捏桃都算是 捏做木工 我都覺得那是慢工 因為在那裡面 禪藝都在裡面 那台灣人是可以慢下來的 所以我覺得這是我們的優勢 再來就是物產 也就是各位所做的事情 然後職人其實各位也都是物產農業的職人 那工藝的話就我剛說的 竹或者是木或者是 各位其實竹藝這件事情 或者是木藝這件事 在中國現在是非常非常的落後的 我來台灣我看我們竹山任何一個東西去 都非常的好 但是我們沒有再做外銷這件事 我覺得很奇怪 然後如果從理念上來說 我們可以發展的國學哲學跟美學 這是我們老祖宗留給我們的 所以我大概用這些 我之前在華鄉我們就想要推這個 就是說我們有食癢 用節氣物產 還有你的五官去看這個吃的東西 然後從四季去談茶飲 然後從慢工去談修身養性 然後這是我們之前做的一些展覽 這是研究香菇 把香菇像那個科學一樣的做一些分解 然後去研究一些美感的經驗 就是說好這個東西如果可以配上一些美學的經驗 那它就可以帶給人更多的體會跟身心靈的了解 那這個是我們所開發的一些菜色 這個是那個陸宇的另外一個人叫盧童 他在講洗碗茶的故事就是茶漆的意思 那在茶漆的部分 其實啊外國人非常喜歡洗茶 這是一個以色列老先生 那其實我們的茶道不應該是我們自己一直要泡給客人喝 其實更多的是客人想要來學習 所以我們常常都是客人一坐下來 我們就一直到一直到一直到 好像就是這樣是代客之道 可是看的人尤其是外來的人 其實他如果想要來 他是想要來跟你學習 所以你應該要讓他們有自己動手的環境跟機會 而不是說我們一直倒水一直倒水給人家喝 那我們的奉茶精神就是我們都很希望客人杯子都是滿的 但是其實茶道是需要非常慢的 然後他是需要很專心很安靜的 所以我們希望去發展其實是一個很安靜專心的茶道 那這是我的手啊 好 那這是我之前在華山做的一個茶會 也配合了一個金字塔 然後做一些那個節氣的茶會 那我用二四節氣來去做不同不同的茶的調整 有時候是紅茶有時候是烏龍茶有時候是鐵觀音不同的茶種 那這個是在講說其實像愛草台灣其實是很常見的 那艾草其實是一個非常非常好的藥草 在古代他叫伊草 那我很期待說像艾草這麼常見又好種 然後我最大的印象就是我在台東一塊 聽說以前都灑了除草劑的地方 然後等到草第一個再講出來的時候 第一種就是恰雅 那第二種就是艾草 就證明了這個東西 哇他生命力非常的強 而且他在台灣氣候是很適合的 那艾草其實他就像上面寫他是藥草中的鑽石 那其實他就是老天爺送給我們的禮物 如果我們可以善用這種我們隨處可看到的禮物 然後去從中去研發一些真正跟我們身體有幫助的東西 那才是農業要文創化的一個路徑 那所以我現在要進入主題喔 談我的三生有幸 接下來這個就有點 有點那個要跟個就 那個年輕人說叫燒腦齁 大陸年輕人說這個腦袋會有點燒掉 我想跟各位好好的聊聊什麼叫三扁鈴 我們現在在談電影的Lucy還是星際穿越就是燒腦就是這樣 那個過去台灣在好像民國八十幾年的時候 有一個三生三農對不對 各位應該知道這是我們台灣出來的 你知道三生三農現在在中國 哇好火喔我們都不知道耶 他們現在把我們的三生三農當成是他們政府地方政府的歸孽 就他們所有東西都要符合三生三農 但是過去的三生三農 由我說一下齁 就是其實談的就是農村的生產 談的就是農民的生計 然後談的就是這種你知道生存 但是這個東西是很基本而且很原始的概念 就是說如果就像以前的工業時代 我們工業時代已經進入到商業時代 現在進入到電子商務時代 如果我們還在談過去的三生 我們會遇到一個障礙 就是說 如果說的工業很好錢我來賺工業 薄餅很好錢我來賺薄餅 但是這個藥是誰要賣 是誰要來買 是誰要來買 我賺他也賺他也賺他也賺 價格會降低 但是他如果賺薄餅我要賺什麼 還是說他賺薄餅我賺薄餅我賺薄餅 有很多很多的問題對不對 所以在這個生產生計生存到生活生態生命的時候 我想要請各位跳脫這個過去的三生的思維 到一個新的三生的思維 因為各位的身份 在十分鐘二十分鐘我開始講這段話之前 你們的身份已經從農夫變成了 醫生的前哨戰 就是土地的療癒者 我的稱呼是你們是土地的療癒者 你們是大地的療癒者 如果大地沒有被療癒人也不會被療癒 如果大地生病了 人子死得更快 病得更多 這是環環相扣的 所以你們現在不再是農夫而已 你們現在另外的使命是 療癒土地的人 當你們療癒了土地 社會企業家會來榮耀你們 所做的事情 當你們所做的事情被榮耀 就會有更多的人投入來效法 你會吸引到年輕人回來 你會吸引到 那些已經不相信吸藥 可是也不相信中藥 也不知道該到哪去的人 你會重新指引到他們的方向 你會給他們一盞明燈 所以我們現在談的不只是一個 心靈變革或者說是靈性覺醒 是因為現在大部分的人都知道 我們應該要是時候去回到那個 心很乾淨 然後大家可以在大自然裡面共生共存 那思維上這是我的建議 就是說以前1.0叫單打獨鬥 也就是我剛剛跟各位講的 一盡感罵我也盡感罵 大家就會來盡 或者是一盡感罵我也盡感罵 這個都是單打獨鬥的思維 第二個叫做加法 結場補短 2.0是一個跳躍性的思維 就是我可以從別人身上的案例 去看到我應該做什麼或不做什麼 是最適合我的 因為我是誰才是最重要的 什麼東西來找我 什麼東西是叫我的 而我是註定要照顧這個東西的 它有個緣分 所以到了2.0應該是說 我可以避免別人的重蹈覆測 我可以避免犯別人犯過的錯 而且我可以來農改場上課 以至於我可以在自己所做的事情上結場補短 接下來是3.0 3.0我認為就是你們所說的六級農業的思維 3.0就是已經跳脫了你是農夫或你只是農夫 我是研究人員或我只是研究人員的思維 到了3.0是懲罰 也就是說一個農夫加一個社會企業家 然後再加一個物流廠商 你們可能就可以行銷全世界 那對我而言就是我接下來要扮演的角色是 在各位走到3.0之前 我可以給各位一些 我可以給各位一些 我可以號召很多的社會企業家 來跟各位一起工作 那我們所說的三生有幸的系列 包含很多很多 我們可以從學校生態村食材商品 偷入個農場 把整個聚落去做一個 做一個人創化 等一下我今天又請來另外一個貴賓 吳姓偉小黑 他會舉一個更實際在宜蘭發生的案例 所以我們現在趕快進入到六級農業 就是說六級農業其實有很多可以做或發想的事情 那你們現在看到的這一些是我個人正在做的 那我會等一下我會提供兩個案例 如果還有時間 這個有興趣我可以給你們看 一個叫農業文創的F4 台灣的F4叫Fran4 Fran4是朋友的意思 就四個朋友 現在農業的F4叫Farmer4 四個農夫 對 四個農夫可以做什麼 等一下我可以給你看 不好意思那是中國的案例 中國四個年輕人 都是學科技跟學商業的 他們回到家鄉 務農了以後 成為四個社會企業家 那他們做些什麼 等一下我想跟各位分享 然後 在這裡我要特地提到一個阿里巴巴 我不知道各位是不是叫阿里巴巴 因為阿里巴巴今年上市了 他創辦人叫馬雲 他是杭州人 他長得很醜很醜很醜 醜到 醜到你看到他會不好意思 然後 但是他今年 提了一個演講 他就說 他好高興北京有霧霾喔 然後如果記者很壞的話 又又馬雲怎麼那麼壞 說很高興北京有霧霾 他說阿 因為阿北京 他以前告訴領導 北京水出問題 領導不聽 因為領導有自己喝的水 他告訴領導說 那個食物有問題 領導不聽 因為領導有自己吃的食物 他說霧霾來了 好高興喔 因為領導沒有自己吸的空氣 領導得跟大家一起吸霧霾 所以他說霧霾來了 他太高興了 因為領導終於要正式的去面對 造成霧霾的問題 你知道中國人現在有個悲哀 就是分不清楚是霧還是霧 所以他說 白白的 這是霧還是霧 大家都分不清楚 你知道我先跟各位講 霧跟霧很好分 霧氣沒有味道 他就是水的味道 霧有一種 早期空氣中焚燒那個 就稻草的味道 對還有加粽 燒完的乾稻草上有粽的味道 就那個味道 你一聞到那個味道 就知道那是霧霾來了 霧霾要來之前 前一天晚上那個味道就會開始 味道先來 然後隔天一早 打開窗戶就全部都是 那 就是說 以六級農業來講 他可以有很多的發想 但今天時間不夠 我希望 有機會各位再 邀請我 再跟各位講更多 我自己個人的實際的案例 那這是我之前很想做的一件事 就叫捷徑農民力 我希望我的農民力 不要再看到吃什麼有毒啊 或吃什麼跟吃什麼會毒 還要用什麼來解毒 我想要知道 新竹產什麼 我想知道台南產什麼 我想知道香菇什麼季節產 而 是的我去市場 我知道 現在這個柳丁是古坑來的 還是宜蘭來的 還是哪裡來的 我很想知道 各位想不想知道 各位應該也想知道 因為我很想知道 可是我要怎麼知道 我覺得 應該要出一個節氣農民力 應該要讓所有人的 因為我知道農民是看天吃飯的 我知道你們的收成就是靠節氣 你們不任何人都等這個 所以你們應該要 把這個東西變成一個電子資料庫 然後大家都可以 因為這對百姓來說 這對一般人來說 是一個認識物產的最好的方法 然後當他們認識以後 他們就知道怎麼採購 當他們的採購決定了以後 也就是剛剛各位說的市場就決定了 市場不是決定在政府的手裡 市場是決定在消費者的手裡 而消費者是需要被教育的 那這是我們之前去做的一些演示 就是我們去做採集 採集是一件非常非常尊敬的事情 是因為我們採集的時候 就會知道說 有一些東西要留給別人採 然後有一些東西是 不能在人家發情的時候採 對不對 也不能在人家交會的時候採 可是一般人哪知道 就農夫會知道 對吧 好 那接下來就要介紹 我今天邀請來的另外一位貴賓 那他在宜蘭 跟各位是那個鄰居 然後他叫吳姓偉 我們就叫他小黑 然後現在請小黑來講一個 宜蘭的案例 就是可食風景 這是一個農業人創的案例 那我們就歡迎小黑 大家好 那個安妮塔講得太棒了 所以 我現在有點緊張 我來我來 我來 另外一個 那個小黑的老闆是吳靜吉博士 對 吳靜吉博士是我 我的前老闆 我之前就是在宜蘭縣政府的調局 跟那個美國一個文教基金會叫 然後 吳靜吉博士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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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他 是我的老闆 那他現在在宜蘭就是 因為他退休了 所以他回到宜蘭去 小服務他的家鄉 所以其實年輕人回鄉 有貢獻 老年人回鄉也是有貢獻 所以我還是今年應該75了吧 對 好 好 那大家好 那我叫吳姓為 那 大家都叫我小黑 那 或許有些人有認識 因為我之前是在那個 行建有機村工作 我在那邊當專案經理 蠻早的喔 我在那邊當兩年 那 不過這是我後來離開之後 然後所進行的工作 這個工作呢 叫做政大區域智慧資本 那主要就是要尋找在那裡的智慧 特色 然後再透過活化的方式 或創意的方式 讓他後面可以產生價值或產值 那其中一個案例 叫做可思風景 待會兒會說到 那 首先喔 宜蘭現在發展環保這一部分 其實是蠻努力 喔現在的案例是以宜蘭為例 那宜蘭在發展環保跟生態這一塊 其實是非常努力喔 那在當初其實有三個方向 希望說可以變成生態城鄉 友善城鄉 或 創意城鄉 但是在做這些事情的時候 它是一個思考的面向 還沒有辦法找到一個比較實際的 很簡單的 或者是說 人人都可以去實踐的一個方法 那我們就嘗試去找那個方法 好 那這個是基本喔 各位覺得農業的GDP會很低嗎 不會對不對 但是為什麼人家常常講說 農業的GDP其實就不到百分之二 那是因為他們只有去算初級產業 如果他只有算 六級產業的話的概念 可能下午你們也會聽到 如果說我們只去算初級產業的話 的確 純粹只有生產的話 它的GDP的確是很低 但是你如果把它的周邊 包括加工 或者是其他加進去的話 它會達到百分之十一點二一喔 那如果你在把第三級產業 也就是像服務 行銷 體驗 或者所有相關的物行 都加進去的話 它至少達到百分之三十 那這個數據是有根據的 這是台經月刊出來的 所以農業會不重要嗎 不會喔 它非常重要 因為它佔了三分之一的GDP 非常重要 好 那第二個齁 其實就是有機農業 那宜蘭不錯 花蓮也都不錯 那宜蘭始終緊跟在花蓮之後 然後 那 以那個宜蘭的人口結構來看 那 這個是很有趣 怎麼會跑一個這個出來 好 以宜蘭的人口結構來看 這個是很有趣 那大概有百分之二十的是農民 那有百分之八十是非農民 那各位有沒有注意到這裡有一個小紅點 那個小紅點是什麼 大家猜猜看 這個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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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這個是不到百分之一的有機農民 甚至是做友善的農民 全部都加起來還不到百分之一 那但是現在看起來好像說 再談友善 再談友善 那這些好像都已經談得非常的 好像我們很熱 很蓬勃 但實際上這些還不到百分之一 那 所以呢 我們就去思考 如果說我們希望一個區域 或一個線 它將來有可能變成有機線的話 那你們有沒有可能只靠百分之一的人來努力 太累了 那如果說這百分之二十的人 我們農民全部都轉為有機 各位覺得那會是有機線嗎 好像怪怪的 好像也不是對不對 因為那只有農田變成有機 但是像剛剛Anita說的 身心靈的事情 欸好像空了 所以其實更重要的 有沒有可能有機會 是讓這百分之八十的人 透過什麼樣的行動 也都來參與這個有機浪潮 如果有的話 欸那就有去了 好 這個看一下就好了 水到面積依然還不錯 所以我們認為 就是可以去發想 然後從友善環境 也就是說 從最基本的資產 像是農地 土地 這些先把它守護好 就像剛剛Anita說 各位 其實你們是土地的療癒師 土地的醫生 土地的療癒師 所以如果我們把這一塊先守好 先做好 我們後面就有很多可能的發展機會 像是什麼 欸這個等一下會講 像是第一個先提升友善環境 那第二個就可以透過結合文創 環保或觀光 那最後其實有機會去創造產值 那這張圖就是我們剛剛說的 我們在這個地方就提出一個方法 叫做可食風景 好 這個就是有可能可以發生的一些產業 像有機農業 有機餐廳 環境教育產業 這座有沒有人在做環境教育 就是帶領像說 有嗎 應該蠻多的對不對 搞不好大家都是對不對 好 那太好了 所以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種子 然後還有像漂流木山巨 還有各式各樣的產業 好不講那個 什麼是可食風景 可以吃的風景沒錯 就是那麼簡單 可以吃的風景 美麗的風景加上可以吃的座物 它就變成可食風景 那各位想一下哪些地方有可食風景 大田還有嗎 快點快點 還有沒有 果園算不算 金針花算嘛 對 非常好 還有呢 還有呢 餘溫 餘溫對也算 對 茶園也是 對還有嗎 所以你們想得到的都是 有可能是可食風景 可是各位剛剛想的 其實都有可能需要有一塊田地 對不對 好繼續 可食風景有很多好處 待會兒跟大家講 這個就不用多說了 好 先來看一些案例 剛剛各位有講說農田 果園 或者像餘溫 或者是像金針 這些都是可食風景 沒有錯 但是如果在辦公室裡面 種稻算不算可食風景 算嘛對不對 在日本就有人做這件事了 他就在辦公室裡面種稻 非常很囂張 因為太囂張了 那 因為在東京他沒有土地 那他沒有土地他怎麼辦 他也希望去培養他的農業後勁啊 他乾脆就在辦公室裡面 銀行下面去租了一個空間 然後就帶領這些年輕人種稻 那種稻之後 他是學習基本工喔 雖然在室內啦 在那一種有燈光 有溫控 有濕度 有水的控制環境下 當然 我不是很鼓勵 但是我覺得至少是一個方法 在東京沒有土地嘛 那他這些人培養了之後送去哪裡 日本的北海道 他不是送去 還給你一塊田 還給你一塊地 然後還鼓勵你在那邊成家立業 真好 好 所以你看在室內種稻也是一個案例喔 然後辦公室裡面有種菜 也可能可以喔 那這個大家看得清楚嗎 好 原意嘛 戶外原意 但是他有一個特殊的形狀 是螺旋菜園 鋪門裡面的螺旋菜園 對對對 他當然他會利用高低啊 日照啊 然後去做各種不同 屋頂可不可以 可以嘛 屋頂也可以種菜 如果你有一扇窗 你把寶貝拿來弄一弄 掛上去 可不可以 也可以 他叫櫥窗農場 有一個英文叫 underfarm 好 在網路上很多喔 好 魚菜共生 大家常聽到嘛 對不對 下面養魚上面種菜嘛 欸那也可以做到那麼小 也可以做到像大道魚蚊 所以你看 種菜這件事情 好像已經不是像傳統的印象喔 你就一定是一塊田地喔 那好像變到有可能處處都有可能發生喔 好 好 所以可食風景它的概念喔 其實就是可以吃得住屋家美麗的風景嘛 所以任何角落都有可能可以發生 那我們就想像說 如果把農業 種菜這件事 再把它文創也帶進來 環保也帶進來 冠冠也帶進來 那它會是什麼樣子 好 如果結合環保 看起來這是幾個案例喔 這一個大家看起來像什麼 椅子對不對 它是椅子沒有錯 它是在學校裡面的椅子 在馬賽國小 那這中間其實就是樹葉堆肥 因為那些樹葉很多嘛 你一定要想辦法找一個地方 那你除了可以堆肥以外 那這邊又可以住人 可以坐人啊 那當然是很好啊 這個是馬賽國小好像是一位 叫周茂樹老師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聽過 沒有啊 哇 太可惜了 剛剛誰說的 對對對沒有錯 對對 那這是周茂樹老師他想的 那這個是非常有趣的 那這個是利用寶特瓶來種菜 這也是周茂樹老師 當初他在帶學生 他去做的一些事情 那很可惜啊 他這真的就是往生了 前一段時間太可惜了 他真的是有人在 那利用漂流木 也就是說利用像植物 他所剩下的木頭 拿來做一些文創藝品 可不可以 可以 那這些都是 像這個都是回收利用 回收利用 堆肥也是回收利用 那他是不是就把環保也帶進來了 他就很有趣 好 那可不可以結合文創 可以 這個是在稻培裡面的一面鏡子齁 這個很有趣喔 你可以想像 這個就像一面明鏡 當天空變化的時候 它隨時會印在這上面 當風吹的時候 它這個風扇會跟著動 那當你看到這些裝置藝術在眼鏡的時候 你不就是感覺到這個天地的流動嗎 這是非常有趣的 那這個椅子 上面也是可以去種香草類似 那像這個龍貓 各位有沒有看過稻草龍貓 有嗎對不對 這個其實就是我們做的 那這個非常可愛喔 那今天大家沒有時間去介紹到它是怎麼做的 但是這個有趣的就是 你只要在農村裡面 你可以去發現各式各樣的材料 你都可以把它拿來當作文創 像我們當初就去找鄭拿 竹林嘛 竹林裡面 然後我們自己去打鼻子 用那個十字 打鼻子 自己去打鼻子 然後去做骨架 做好骨架了之後呢 想辦法去做稻草穿衣 就是 兩片竹片 中間稻草 點一疊之後 它好像就變成一張皮一樣 你就把它穿上去啊 穿上去穿就穿成這樣 所以不難 可以結合觀光 可以 像說蔬菜旅遊 或人力拉車 或者是說有一個很好的案例 叫淡地圖 這裡特別講一下 其實有一個社區 叫Told Modern 那他們有一群社區的人 大家就是去種菜嘛 嘗試就讓社區都種滿菜 可是有一群農民 就在旁邊觀望 他們就看說 你們這些人 到底是在變什麼網 還是在撥什麼 你怎麼在種菜 種額沒有多少 才有台車 我們這些專業農民 這樣撥 才有可能比你差 所以他就在旁邊看 在看的過程中 其實他們這些社區的人 也有感覺到了 感覺到了 他覺得說 嗯這樣不行 我們總不能讓我們的關係 好像是社區歸社區 農民歸農民 因為社區做的事 跟產業卻沒有結合 所以他們就想辦法要結合 那怎麼結合呢 很簡單 他們就弄了一個 淡地圖的概念 他們就鼓勵農民去養土雞 但是養土雞 必須照他們的方式 就是不用抗生素 或不用那些傷害的東西來養 那在養的過程中 只要你照這樣養的話 他就把你的農場 就登記到這個地圖裡面 那登記到這個地圖 本來是一家變兩家 三家四家 最後變成49家 最後就形成這些農民他們的淡地圖了 那有趣的是 他們除了帶蔬菜旅遊以外 他們帶這些來參觀的人 參觀的人 就去讓這個淡地圖 就帶他們去走 去看農民 那意義上叫做買淡 但其實實際上買淡的過程中 還有買很多其他的加工副產品 像說麵包 果醬 或者是類似其他的加工品 餅乾 或是各式各樣的東西 所以這些農民 他們本來是在旁邊觀望 但是後來覺得說 好像這樣有人也蠻好的 而且還有收入 而且賓錢還要多 所以後來調查大概有一半的人 都認為這個社區的活動 他們在做可視 在做這個東西的活動 其實對他們農民也是有幫助的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非常好的共利的情況 好觀光 好 那如果把文創觀光跟環保三個結合起來 它就非常活躍 它可能可以變成一個地方節慶 像有一個叫做 賴戶妹撒了一個海字 賴戶妹海國際藝術記 還有一個像北海道美音村 北海道美音村其實很不錯 它其實日本有一個叫 最美麗的村莊聯合 好像是嘛 好像就是美音村他們發起的嘛 那那邊真的很漂亮 那還有一個叫 月後七友大地藝術記 所以你可以想像 可以吃 越美麗的風景 然後又可以觀光 那這樣不是一個很舒服的地方嗎 好 那其實我們會想像這件事 就是希望說在宜蘭處處都可以看到美麗風景 讓它變成一個 開放式的博物館的概念 好 大概是這樣 好 為了說能夠去實踐 所以我們也實際去做了三場活動 那就是結合文化局的春樂美學 去做三場活動 那一是淨天 二是戶地 三是洗水 講天打沒關係 好那在地這一場 地這一場 也就是戶地這一場 我們就帶人家實際去耕作 那怎麼耕作呢 不是真的下田耕作 而是利用寶特瓶 帶他們怎麼樣去種菜 一個很簡單的動作而已 那第二場 水呢 水是不是非常重要 在我們種有機的過程中 或者我們在種植的過程中 水非常重要 所以我們就帶大家去了解水循環 那除了了解水循環以外 那不是農民的一般人 他怎麼樣去 被水不傷害 所以我們就教他們做 手工罩 還有一個叫 磅生水 那第三個是天 民以食為天 所以我們就帶他們 怎麼樣去做古早味的吃 好 這個就是這樣 那最主要是 希望能夠找回千人的智慧 然後要做這件事 好 第一這一場 我們就實際帶他們種植 那其實這個 你們在講義裡面是看得到的 就不多說了 好 天這一場 我們就帶他們 實際去做吃 那就是做米苔木啊 做什麼的這些 好 所以這一場就是 帶他們了解水循環 好 天地水 各位其實應該就可以很直接聯想到 它就是三觀大地 這裡有拜三觀大地嗎 應該都有嘛 三戒宮 有人說是三戒宮 三觀大地 那其實在宇蘭好多喔 好像走到哪裡都會遇到 三戒宮的廟子 好 那為什麼要講這個 其實在前面三場活動 天地水 它最主要就是說 很早很早以前 老祖宗就已經有告訴我們說 你要進天要護地要洗水 那剛剛安妮塔也有講 對不對 與天地餐 我們本來不是應該就是要向天地學習嘛 但是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 我們都已經忘記了 這個就是現況 各位可以看清楚一點 好 2005年這個是在三星行建村 也是我們農改廠在福島的 然後還有農委會 還有各單位都在福島的行建村 因為出名了 那出名了之後 就很多人就喜歡去那邊買房子 去那邊買地 所以你看到的這個就是實際的情況 建議各位 有時候如果說你要推在一個區域 每天都要做就好 不一定要出名 出名不一定要好事 你看 兩千里有 一間這一間 旁邊都是稻田 非常美麗喔 這是在行建西旁邊 2013年 整片房子 找不到一塊 一塊 一塊 這一塊 不知道是不是喔 一塊兩塊 兩塊稻田 其他全部都是房子 而且最慘的是他們蓋農舍喔 都蓋正中間 前庭後院 沒有任何一塊是 沒有所謂的十分之九是拿來種稻的 或拿來種植物的 或拿來種作物的 種可食作物的沒有 所以這個就是現況 所以我覺得喔 或許去講這些政策上已經很難了啦 但是我們或許可以重新去思考說 怎麼樣在這邊的朋友 或者是我們對我們自己的期許 我們應該怎麼樣 對這個土地稍微再友善永續一點 再好一點 我覺得這是我們可以做的 人而破壞 它其實是造成自然環境枯竭 那這個就不用說說了啦 沒有自然環境 真的不用再談到後面那一些 各種可能了 甚至六級產業化都不可能 對不對 你沒有田區種稻米 怎麼可能會有東西來加工 那更不用講到後面還有導覽旅遊 甚至是體驗 所以你沒有這個快遞 你沒有這個最基本的東西 後面整串都不用談 所以我覺得這是最基本的概念 好 希望大家一起努力 那我的備份當然就講到這裡 好 謝謝 他現在那個林先生一直要我們Q&A啦 可是我真的很想跟大家分享一些精彩的案例 不然我們看案例好不好 看完案例在Q&A 我很快的因為準備很精彩的簡報 不給你們看很可惜 所以我想說給各位看一下 大家想不想看F4 農業F4 那其實你們等一下看到幾頁 你們會覺得好感動 因為 不能破梗算了 先看好了 我剛剛馬雲的故事沒有講完 其實我去 我今年六月份 就提了一個案子 給台北市政府 我其實要做的事情 馬雲現在要開始做了 我當時的 馬雲現在的做法是這樣 他用阿里巴巴的平台 他拿出30億人民幣的那個資金 然後呢 他跟中國國家地理雜誌合作去 還有舌尖上中國的導演劇組去合拍一個節目叫做 物產風土 然後他們會找黃磊跟另外一個人去主持 那他們的方法就是到各地去採訪農夫 然後去拍這個特殊的物產 還有這個環境跟種植 然後透過阿里巴巴的商業平台 把這些東西跟物產賣出去 也就是說如果我們在電視上看 這個節目的同時 旁邊你已經可以 消費者已經可以下單說 手工麵條 哇太陽曬 這次手工量很少 哇幾斤 等一下立刻我手機就可以開始下單了 然後中國很可怕 中國你只要用一台手機 什麼都可以買 手機綁微信支付 支付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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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綁淘寶 淘寶 淘寶 綁阿里巴巴 全部綁在一起 銀行全部綁在一起 然後你下單你沒有錢 你還可以請朋友微信幫你付 我要買一台小烤箱 一百人民幣 因為台灣人沒有身份證 所以我們不能 我們沒有支付寶 所以我沒有辦法 那我就發一個微信給我朋友 他立刻從他那邊 用他的微信支付幫我付掉 然後我再付現金給他 所以在中國 要銷售現在已經很快 要平台也都搭建好 但是前提是 我們要不要走出去 各位 我們要不要走出去 然後現在來看 中國的農業 他們在做什麼 這個案例講 年輕人回鄉 然後這個是我介紹 因為阿里巴巴 現在這個搭建的平台的總經理 是我的好朋友 我們兩個人現在要搭造兩岸一起 所以到時候物產中國這個節目 我一定會把台灣的部分放進去 那我自己已經開始做一個調查 就我要介紹一百位台灣的神農 然後介紹台灣一百種物產 然後再跟一百個本草結合在一起 這是我自己現在正在做的 那我們來看這個農業的F4 他們因為四個都是年輕人 所以他們現在已經被央視看上了 然後要去拍他們的節目 那他們四個人平均年齡大概三十幾歲 那你們現在看到就是 已經開始雜誌或者電視開始採訪他們了 就他們本來沒有很出名 可是因為有F4這個封號之後 A開始就被注意到 現在這一張圖是機密文件 你可以拍但是這是機密文件 這是我們的資社會想要做的農產 一條通 不好意思人家阿里巴巴已經在做了 而且做完了 然後我們這個都還只是研究階段 還沒有到落實的階段 因為他們說還要找錢 不要找錢就跟他人家平拍就好了 然後這就是這四個人 鄉親土青是做茶的 火山春荔枝這個 就等一下大家可以睜大眼睛看 然後他們是怎麼做的 那這個人呢 他是維羅爾族的人 他是新疆人 所以呢 他就是透過這個農民合作社 然後用微信跟阿里巴巴的那個平台 拋寶的平台 然後替當地的那個農民賣他們 新疆很有名的就是這些甘果 因為新疆的水果 如果各位有吃過的話 唉 新疆葡萄真好吃 然後 新疆的因為他是沙地 他的那個甜質就是特別的高 那 如果當季沒賣完做成甘果 其實味道風味也是非常的好 然後他們那邊也是不能放農藥 因為太乾了沒有辦法放農藥 然後就是他們自己原來弱勢 然後現在呢 就年輕人進去了 然後把他們的商品的特色介紹出來 然後在淘寶上販售 那微信有一個很厲害的力量 就是微信有一個社群 可以養粉絲 所以如果你的東西很好 那你可以在微信上面 你每天那個人就可以在微信上 看到你的商品上架 然後上架之後 他可以透過淘寶這個名台完成一個交易 然後微信的好處是 他可以看影片 所以你可以拍一個30秒或1分鐘的影片 讓你的消費者看到你是怎麼種這個東西 或者是你自己個人對於這個土地 你是怎麼照顧的 那我相信這個東西才是文創本質 就是感動 就消費者看了感動之後 他不會在乎價格 他在乎的是你 你是他連接土地的一個關鍵人 那我們要的是那個情感 還有那個透明 那這是他們的方法 那因為這是內壁的那個案例 所以呢就我們這邊是不適合 但是我們可以跟他們用平台的方式合作 所以這也是我現在正在搭的橋樑 好 那現在介紹第二個人 他叫陳紅葵 他推的是一個荔枝 喔 來囉 他呢2009年畢業 所以距離現在也不過6年 大家有沒有看到 好 登登 到台灣 考察 然後登登 那個 送到台灣考察 各位啊 我們是人家考察的地方耶 他們到這個獎品喔 就是他們的農民的獎品 都是送來台灣耶 這是他們的獎品耶 有沒有覺得 很酷 對 其實在內地我遇到很多很多的人 他們告訴我說 他們會開始保育土地 都是從台灣聽回去的 譬如說他們來認識了這邊的 就是幾個團體 然後回去他們就決定開始做這件事 也是一定是自然農法 然後會有故事 然後大學生回來 這就是我們想要做的事情 就說大學生有他的創意 然後他們也有熱情 那如何把他們吸引回來 然後去做一個有故事 有溫度的品牌 那接下來這個人更特別喔 他就是全部都是做茶 他做六種茶 他的方法呢就是 在微信上找 找人加入他的會員 他的會員呢 每年有一個固定的費用 然後這個固定的費用 他每次就把這六位茶農的茶寄給他們 然後其中有一個茶農就是在宜蘭 烏龍茶是在宜蘭 然後這個是他們的 一樣賣的都是食物背後的故事 其實都是要講農夫自己的故事 然後要去講農夫跟這個農村的故事 然後要去講 人們跟農夫怎麼樣去一起去 就是說 現在是人家種什麼 我們吃什麼 以後可不可以是 我們要吃什麼人家種什麼 然後他做的是品牌 不做平台 然後用微信是來去養社群的 然後會舉辦茶會 然後有天使會員 天使會員就是 事先就付他們一筆錢 然後每年就是固定給他六個農夫的茶 那他用的是契作的方式 那我們特別就是說 這個成書是五一的 另外有一個林伯 林伯是宜蘭的 他這邊沒有特別介紹 就是說宜蘭的那一位是烏龍茶 那那個有鹽茶 然後有綠茶有幾種茶 接下來是第四個F 他也是一樣他也是在微信上 去做這個品牌 然後他叫新農堂 那他是中間還找了一些投資人 然後呢媒體 渠道上就是指那個網路的平台 然後他會跟農業圈的這些農夫 去做一個跨界的整合 他叫新農堂 然後這四個人呢就一起上了節目 真的為他們做了一個節目 就叫Farm4 那這個是我現在在合作的一個對象 是台灣的友善大帝 那他是一個農業文章的社會企業 所以我也想跟大家簡單的介紹 希望下次有機會這個本人可以來 他在台南的觀田 然後維苑市是楊蟲櫃 然後他們是從菱角開始做起喔 然後現在的話就是有一群年輕人加入 然後他們就是先是做綠色的環保計畫 然後開始去想辦法去找通路去行銷 然後接下來開始有店面 然後也跟一些午餐或者是團善去合作 那就是在觀田 前幾天我先生下去看 因為我在北京 他們有去看他們現場 然後這個是自然農法是必須的 因為自然農法才有故事可以講 而且自然農法種出來的東西 可能就是會有他特殊的原來的味道 那這是他們的商品 坦白講以我個人而言 我覺得賣相不是很好 所以我會我們會去在包裝跟品牌上面去給他們做 就我們現在正要幫他們去做一個升級 然後這是他們自己本身的理念 已經有15家有機農場加入 然後這是他們自己現在的通路跟做法 然後就是友善大地這個聯盟或是品牌 那我是要舉這些例子的原因就是因為 我覺得花東 宜蘭花蓮台東應該做為一個台灣的生態園區 長條型的 所以我認為三個縣市應該聯合起來 而不是各做各的 因為如果各做各的仍然是1.0的思維喔 即便是各自做一些什麼 頂多是2.0的思維 但是如果要大家一起進入國際市場 或者是一起進入讓台灣從初級加工到高級加工 或者是說我們現在最厲害的東西大家可能不知道 就是酵素 中國現在非常非常的封台灣的酵素 因為他們沒有製作酵素的方法 也不知道怎麼做 但是他們土片的知識都知道酵素是好東西 可以解毒 可以解霧霾的毒 可以解什麼空氣跟水的毒 可是沒有人會做 所以酵素或者說 它可以解決什麼問題 譬如說東西太多了 我們就把它做成酵素 酵素可以當肥料 酵素可以當洗潔劑 酵素也可以喝 然後可以做成可保存的這個東西 可以飲用的 可以吃的 甚至是保存食或發酵食 等等之類的這些東西 我們現在其實 本來還有另外一個案例要跟各位分享 但我現在就口頭講 我說社會企業家是這樣 就是說 如果我們跟農民合作 那麼農民應該必須要是這個企業的一份子 而不是只是供應者 或者只是生產者 你們應該是這個社會企業的股東 所以你們應該是跟操盤的人是一起的 這樣子 因為到六級農業它的理念就是說 這個利潤要回到農民的身上 而不是中間商的身上 所以現在的農業中間商 頂多可以做到就是契作 或者是保證收購 可是農民還是沒有實際上 有那種真正的價格上的 或者是生產上的收入的優勢 那這是最擔心的 所以我其實另外有一個案例 但是因為它是在藏區 它那個案例就比較特別 講的就是說 它是一個毛牛 毛牛的第一次的毛 跟第二次的毛 不是殺掉牛 而是把毛剔下來以後去織圍巾 那因為這個織法是古老的織法 所以它必須要找當地的人才會織 然後他們的東西現在已經好到 其實這個案例還蠻精彩 我請小黑順便幫我按一下 我一面講 它叫做諾樂 然後因為簡報很漂亮 我看有人在拍嗎 我們那個事後可以提供 如果你email給我 我可以寄給你 因為簡報做得很漂亮 它就是一個藏人 然後它是一半美國人一半藏人 那它特地從美國回來去想要 因為當地生活比我們這個辛苦一百倍 那它的方法就是說 去找回這些會製作這個圍巾的人 但是同時他們也就是這個企業的股東 所以他們既是生產者 供應者 可是他們也是股東 所以這叫社會企業 也就是說 動腦筋的人跟做事的人 我們是同一個生命共同體 所以大家就不會有那種紛爭 就是說 它仍然有一個貧富差距 好像武空降到這裡 然後把你的毛牛毛賣到國外去 然後好像又是另外一種剝削 所以諾樂 對 他們 對這是他們的品牌 然後 他就是這個兒陳 他從美國回來了 然後他想要去把小牛的毛剃掉之後 可以織成圍巾 再來 然後他就是 我可以了 毛牛把他們的毛掉下來之後 然後就可以去開始織 然後他們 染料也是自己純天染的 然後是手邊跟手染 那 這個女生做什麼 美感 美感設計 到最後 他的東西被LOV跟愛馬仕 就是拿下來找他們當代工 然後 然後 這就是他們工作的地方 就都是藏民來 有一百個人在為他織東西 然後 這是他們給的資料 也是談社會企業 然後 在材質上有創新 然後在設計上有國際的官 所以他們的設計師都是從歐洲跟美國找來的 然後 材料又是當地的 所以就引起了 他們的 他們在那個美國賣 在歐洲賣一條 圍巾是賣 就是換下人台幣大概三萬五萬 但是外國人覺得很划算 好 然後 就是他們有一個 他們的 方式 也是跟我們一樣 敬天愛迪 然後 所以他不是屠殺之後做的 什麼羊毛 他是 天然掉下來的 所以他一條圍巾 大概要五十 五十隻牛的 掉下來的毛才夠 所以他是很費工的 然後 他 減少碳足跡 就是說 因為他全部都是放 不是人養的 他是自然的 就是自然的 游牧的那些牛 所以他碳足跡比較少 然後 教會當地的自立歌聲 這就是 德成本人 我一月中要去跟他見面 因為 我們打算 代理他的品牌 然後 再來就是 他的產品的特質 那毛牛毛 在北京零下七度的時候 圍上真的是 高下利劍 他完全不透風 然後非常的保暖 然後他一條可以用大概一百年 不會壞掉 他不會爛掉 因為毛牛本來就是很耐寒的動物 那我們打算在華山跟松山 然後 為他去做一些 Marketing 那這是他登上了國際的美麗家人雜誌的 那個封面 是因為他們是LV跟愛馬仕的代工 然後 會做一些 這是我們準備要幫他們做的事情 大概就這樣 就是說 其實 農業其實可以往文創走 那 我們必須要跟市場接軌 可是 可是 中間有一個重要問題 是不是社會企業的形式 就是說 生產者可不可以跟消費者 有一個直接溝通的界面 以至於說 有很多的 利潤會有很多的 know how 那個技術 技術面東西可以保留在農民這邊 而不是被市場 無窮盡的消費 那我覺得這是重點 所以 也是未來我會繼續去 跟大家分享更多這類的案例 然後我們一起來 來找到一個 六極化的方法 今天就這樣 謝謝大家